各位好,我是鵝肉面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牙套经历 以及牙套的好处跟坏处 如果你超级喜欢看别人嘴巴 又看过严肃英语的一到四颗的话 就会发现我那时候有戴牙套 我是个与牙套非常有缘的人 在我的人生中 我带了加起来共有六年多的牙套 你听到一定会想说 哇,整七八九 但是因为我带了三次牙套 这三段经历各自有不少内容可以讲 拍成像蝙蝠侠三部曲那样的电影都没有问题 我小时候是个爆牙 更直接来说是小夫嘴巴 小夫嘴巴从出生就跟着我 就像是一个可怕的寄生妖怪 我们以下把小夫嘴巴简称为小夫嘴巴腰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牙齿刚换完 我妈就迫不及待的把我抓去给牙衣戴牙套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对自己长相在意 所以就去带了 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 明天上课会被其他人取 钢牙膜、钢牙瘦、大钢牙、铁齿人 金钢膜牙之类的各种绰号 羞羞的两年过去了 也终于把牙套拿掉 天真的我以为那就是一切的结局了 Goodbye小夫嘴巴腰 不过医生拿出了这个叫做维持器的东西 然后跟我说 这个要一直带着带到死亡 我不以为然 想说就算变乱一点点也没有差吧 然后可能会变回原状 于是牙齿就变回原状了 两年多后 小夫嘴巴腰原地复活 而且我怀疑他比小时候更爆了 但是所谓小五的两年后 也就是13岁的我 已经在美国了 那时候身边唯一的大人 就是身兼监护人的我哥 他玩风之谷都来不及了 哪有什么闲钱时间带我去弄牙套 去没空 时光再次羞羞过去 快转到大学时期的我 我家是一种美国style的概念 大概18岁之后 我就没有再跟家人拿过钱了 我所有的人生消费 食衣住行 娱乐通通都是自己办公办读 因此大学时期做过的工作 最多也同时做三个过 一张A4只都写不完我的公读经历 我的手粗糙得像南非大象的屁股 每一份工作赚的钱 除了生活开销以外 这是存入我准备已久的牙之精 没错 小腹嘴巴腰以为他胜利了吗 以为他从此就可以在我脸上住下来 在上面party 在上面猖狂 没那么简单 我从第一份工作起 就不断地存牙之精 牙之精 这是我用来反攻小腹嘴巴腰的武器 转眼间 牙之精早就进化到完全体 于是呢 我找了一家在我家附近的牙医 结果牙医跟我说 你想不想做最近一个很夯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的 新丑物啊 我说是什么 他说 就是隐形牙套啊 长得跟透明的维持器很像 随时可以拆下来 谁都看不出来你有带牙套 价钱要两倍 机灵的我就说 那他跟传统牙套有什么差别 牙医师说 嗯 其实 传统牙套的最终效果还是比较好 不过也没有差多少了 听他讲成这样 当下我就想说 原来牙套也可以戴了 然后别人都不知道你有带牙套 而且其实我牙齿也没有想要整齐到像麦奇加的角色那样 因为我觉得那样反而会很怪 所以当下我就答应了 殊不知 我超不喜欢隐形牙套 我个人的经历是 所谓的隐形 一点都不隐形 隐形牙套是塑胶的 表面上会有一层不自然的光泽 结果越是隐形 反而越不隐形 就好像你五天没有洗澡很臭 有了喷香水就可以让自己很香 结果混合出来的味道巨臭 让大家以为你十天没洗澡 当时 我全世界的朋友都说 哇 你在戴牙套啊 隐形个屁 这就算了 戴上隐形牙套之后呢 舌头的那一侧也会有牙套的厚度 讲话会瞬间变成大舌头 就算看不出来 别人还是会发现你讲话不对劲 然后推理出你嘴巴里有某种器具 而且 你每次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都在最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急速拿掉隐形牙套 它有一千口水丝 如果被人看到的话会非常丢脸 有一次 我跟朋友吃饭 我把牙套们放在旁边的卫生纸里面包着 突然 服务生就走过来帮我们收拾桌面 然后顺手把我那一包牙套 也抓起来要带走 他抓起来的时候我就说 啊 那是我的牙套 他脸就臭掉 说 Yuck Shit 急巴脏 死称活称 在从来没有适应型牙套的情况下 两年过去了 某一天 医生说 哇 状况很棒啊 今天就会换上最后一组牙套了哦 当时我就说 蛤 因为我会这么说是因为牙齿确实比以前整齐多了 但是我的门牙还是很歪 嘴巴也还是很凸 很像小夫 这时 他曾经说过的话浮现在我脑海中 其实 传统牙套的最终效果还是比较好 之后呢 我总觉得小夫嘴巴虽然没有以前强悍 但它就像西格马病毒一样 默默地隐藏在抹处 并没有彻底被消灭 我虽然戴完了隐形牙套 但总是怕别人说 我反而会觉得更没有自信 甚至不敢跟别人说我戴过牙套 于是 一段时间后 我决定再次准备牙齿精 时间再度修修过去 我去了一家朋友推荐的诊所 并说 我要做传统牙套 我当时的心态就是 假设我走路回家要20分钟 坐公车要10分钟 我等公车等了30分钟 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放弃去走路 都等30分钟了 我再多等4小时 也要等到下一班公车 医生看来看 小夫嘴巴腰 也同意 要彻底消灭它 只能使用你传统牙套 而且还要一次拔4颗牙齿 因为我的牙齿太胖了 没有让门牙退回来的空间 我跟我一个也在那边戴牙套的朋友 在私底下都会叫他 干货车博士 因为这位医生虽然人很nice 大家讲话就是 随时都超级紧凑 而且很多话会重复两三次 不是口急那种 他就说你这个下周 下周就可以准备再换一组橡皮筋了 下周下周就可以换了 下周下周OK 下周就可以换了橡皮筋 仿佛他随时都在赶一班跨错过的火车 于是乎第三次的牙套之旅开始了 我果断的上下各拔了两颗牙齿 那4颗牙齿现在被我保存在一个小罐子里 如果有人想要可以跟我说 然后呢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因为拔牙 拔牙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往后 这两年中 我每天都觉得这个决定非天值得 每个月都可以感受到小福嘴巴腰的HP又被削弱了一层 我的嘴型甚至脸型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小福嘴巴腰彻底被击溃 而这次呢 记取之前的教训 当然要好好的带着维持器 因为哪怕是一不小心 小福嘴巴腰又会再次出现 以结果来说 虽然走了很大的冤枉路 但是我对于戴牙套这件事还是很满意的 我身边所有戴牙套的人 没有一个变得不好看 然后我认为牙齿整齐真的会比较有自信 至于戴牙套的坏处我觉得只有几种 不过虽然只有几种 但它们还有一些附加的好处 其中一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梦 你们有长高过吗 长高的过程中 很多人晚上会梦到从高处掉下来的梦对吧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关联 但是牙齿移动的过程 也会一直做奇怪的梦 最常见的就是 晚上睡觉时 你很容易梦到牙齿断掉 牙齿缺失 牙齿歪掉 门牙被人拔掉之类的 各种牙齿出事的梦 我其实就连现在带维持器睡觉 吃饭不小心咬到螺丝 或是遥控器 或是钢铁之类的 导致全部牙齿掉落 我怀疑是因为戴牙套的导致牙齿移动中 让人潜意识有感的关系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经验 剩下的就是你每一次回诊完 牙齿都会进入一个软弱模式 两三天 简言之呢 每个牙齿装上牙套之后 会靠钢丝和橡皮筋的力量 把它们拉起来 它们会随着你每次回诊 越换越粗越来越强大 每次换完钢丝后 牙齿就会受到新的拉力 然后进入软弱模式 它们会陷入一种软绵绵 然后无力的状态 就像你刚健身完手一样 这个时候别说是啃了 你要是想要咬全熟牛排 都不可能咬断 虽然说我不知道什么怪人 会吃全熟牛排 对了 口香糖也不能吃 它们会被牙套切割成龙须糖 但软弱模式的好处就是 你会因为牙齿无力 然后吃比较少 同时 你咀嚼食物也会变得温柔缓慢 导致咀嚼肌变小 你的脸会变小 很多大脸人都变小脸人 最后 很多人问我说 戴牙套跟别人接吻 是不是会刮烂别人的嘴巴 不会 会的话我早就到处去跟仇人接吻了 谁敢呛我 我就他妈轻爆他的嘴 你有戴过牙套吗 在考虑戴牙套吗 有什么疑惑或感想吗 有朋友因为戴牙套而变种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